12月4号,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一个村民杀死同村村会计夫妇,并在刺伤村支书后自杀身亡,案件造成三死一伤。 这是贾靖龙被执行死刑之后这个月内发生的第五起恶性杀村官案件。 五起案件总共造成至少16人死亡和8人受伤。 11月16号,山西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因为不满土地补偿款事宜,将村长曹英海一家八口杀倒在地,造成包括村长本人在内的四人死亡。 两天之后,山西长治市查鹏村的村委副主任赵云飞一家五口也遭到杀害,村长夫妇和三个孩子全部死亡。 另一起持刀杀人事件发生在11月19号,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村主任被杀。 最后,在11月20号,湖南枫阳市徒陵村三名村官被村民雷秀宝刺杀。 中国媒体报道说,嫌疑人被捕食面带微笑。 这个月内发生的五起村民杀村干部事件,带住了一系列因为土地所有制而引发的纠纷。 究竟为何农村发生这类惨案的比例过高? 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这一连串村民杀村官事件背后的体制缺失? 是否要有监督机制去遏止同样的悲剧发生? 北京媒体人徐祥认为,在目前的制度下,以暴制暴的事件不会停止,只会越演越烈。 特别是基层政府,这些官员,构杖人士,构末人样,对老百姓进行欺压。 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 村民以暴制暴,我们看得很轻,这个书有病了。 而这个书如果不整理,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 但是他就是看透了,他也没有壮士若万的这个决心, 去重走民主自由的道路,还政于民。 他只能更加地与老百姓对立。 我可以端营,在不久的将来,这样的一种刺杀村官,刺杀性官,刺杀省官,会越来越多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综合采访报道。